到底是谁发明了这个泡沫咖啡啊 这么难喝 所以说今天我们做了一个改良版的 速溶咖啡两勺打底 太古荒唐点精之笔 如果没有荒唐白糖也是可以的 热水不要多刚好把咖啡淹没 奶泡打发气准备就须 走起 捞出一坨这个泡沫可还行 酸奶一瓶 迷迭香叶凹个造型 这泡沫粘稠丝滑浓郁坚定 但不你们告诉我坚不坚定 最后撒上花生碎做topping 接下来把泡沫咖啡摊在土司上均匀抹平 当做早餐幸福倒不行 诶 还剩下一点雪花酥蘸一蘸 一口下去又香又甜 别忘记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太漂亮了 我这个改良版的泡沫咖啡 是不是要比原版的要牛逼多了 这个好漂亮啊 好有食欲啊 这个非常特别 这个要大口吃大口吃 那大家早上起来也需要咖啡因 也需要吃的 那就刚好可以跟这个土司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这是谁的idea 这是牛老鼠的 然后我再吃一个土司啊 好香 咖啡的香味 加上麦香的这种面包 这个早晨太美好了 这个糖给牛小咖的观众吃嘛 好不好 好 行吧 来给你们吃 哎呀 你们来你们来 好好吃 来你们来 这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说 厚沫咖啡啊 一定要用我们这种新的做法 用酸奶来做 然后再加点这个花生碎 然后再或者是放点麦片进去 非常适合早晨我们 这样子搭配来吃 好看这个毕岛这么辛苦的 帮我们来测试这个 我们的新的泡沫咖啡的菜单 一定要一键三连一下 好三连 三连一下 三连三连三连